在魅族试水背面屏幕设计之后 包括小米OPPO在内的手机厂商也在这方面有所尝试 继日前曝光的Find X4 Pro专利之后 背部有显示屏不是什么新鲜事 魅族Pro 7系列带来了2英寸Super AMOLED屏幕 而小米11 Ultra重新使用了1.1英寸的小米手环5面板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Vivo NEX双屏 两边都有两个全尺寸的显示屏 以及每一个可折叠手机 在WITO颁发的专利中 没有关于这些屏幕是否是触摸敏感的字眼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屏幕可以用于通知、自拍以及显示时间等常用信息